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受到关注的葛特曼的一个记者会 延续到两点钟正式登场同时 葛特曼的这一场国际记者会 他很明明白白告诉我们 他已花七年的时间来撰写这一步的Slaughter 事实上他有了重大的发现 当然对于台湾来讲 在关系的是台湾在这一起国际人权 甚至可能牵涉到无法尊重生命权的状况底下 台湾的角色跟柯文哲在担任柯医师的角色 以及柯市长蔚来他的角色 他说柯文哲是知道 整个器官是来自于法轮功学员的 他是知道的 而且他完全能够掌握中国活摘的时机 所以他认为他是一个Liter 如果是这么控诉这么大的话 柯文哲今天说 如果24小时没有道歉的话 他决定以诽谤名誉来迎战他 以法律战来迎战 应该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情势 当然葛特曼的控诉 今天我们大还原 他说觉得非常邪恶的是 柯文哲在科医师时 怎么会用耶克摩 用这个耶克摩 用在中国的移植器官 就让他感到非常的邪恶 面临到医师伦理的问题 这样的风暴持续延烧 已经有人去控告了 我稍后让你听听看 卫福部部长 今天他的说法 没人检举 所以没有办法办吗 可是今天我们刚刚录影之前 已经有人去控告了 柯文哲所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其实无非大家要的就是一个真相 因为在活摘器官急速增长 中国的数字是2004年2005年 非常凑巧的是 柯文哲2004年到2008年 他这个时候呢 也急于附中 总共多达有16次 所以我们要抽丝剥茧 来了解到底前往中国的真相是什么 来为您邀请到这几位关键性来宾 首先从我的左手边为您介绍起 这是长庚大学兼任副教授 杨优一 杨医师来到我们现场 来杨医师晚安 晚安 大家好 是 我相信不分蓝绿 身为在首都当中 极有可能当选的丁首忠 他也关心整个事情的发展 当然现在被认为应该是挤起直追 他拼逆转胜 他说他一定会当选 就是姚文志 不分蓝绿都关心整个事情的发展 欢迎国民党前立法委员孙大谦 来到我们现场 来大谦 晚安 大家晚安 前日时报总编辑 吴国东大哥 小心好 大家好 包括了国会观察基金委总长姚立明老师 大家晚安 现场为你邀请这两位关键性人士 他们长期为我们关注整个事情的发展 他是律师 佟文勋佟律师 大家好 以及资深媒体人杨宣宏 大家好 稍后我们要call out 给一位关键性的教授 他是戴政德教授 等一下告诉你为什么call out给他 我们先听听看 听听看 为什么葛特曼会骂柯文哲 是个骗子 是个骗子 同时听听看柯文哲 今天的最新回应 是个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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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认为他在中央的选择 他在中央的选择 he panics he says he says I'm not going to come out with a story all witnesses are precious ok they will be treated with respect I waited many years for this to happen even if he didn't want to accept his own testimony I waited many years for him to come to the position of joining N-transplant abuse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to End Transplant Abuse in China Or Doctors Against Forestry and Carbotsky These ar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我在美國住過 所以我深知美國文化 在美國說人家說Liar是很嚴重的指控 所以對於這個葛特曼在公開場合 用這個字來講我 我非常的生氣 所以我要求他在24小時內道歉 那不然你要說你到底你是憑什麼政績 來說我是來的 OK 如果你不道歉 我就告 而且保證跨國告到底 這個我很清楚的說明 我 戈文哲從來沒有到 沒有帶病人到大陸去仲介器官 就沒有做過 這個選舉當然有風亡 但是我覺得不需要打得這麼低級 你知道嗎 一個宇昌案把台灣的生機業打垮一半 一個MG49也造成這個臺灣臨床醫學研究的一個多困難 今年這個葛特曼案你知道 也是在幾乎在嚴重的影響了台灣的醫治醫學跟重症醫學 葉克膜它是暫時維持心肺功能 遲到心肺功能恢復或者是說接受器官移植 我當年會到中國大陸去教他們使用葉克膜 也是希望說救命的技術 終究我們如果我們是有這個技術的話 我們還是願意說去交給其他地方的人 所以不只是到中國大陸去教學 事實上我在新加坡 馬來西亞 香港 甚至日本很多地方都去講過 都去講學過 甚至美國都還去過 義大利我都去過 所以葉克膜這個東西你知道 他在台灣是拿過這個國家品質講學 甚至美國葉克膜學會也頒給台大醫院 是全世界優秀的這個叫 優秀的葉克膜中心 我們都有這種榮譽 今天不要為了打一場選戰 你知道 把自己整個社會搞亂七八糟 選舉有攻防 你知道 但是不要打得這麼低級 大概就是這樣 市長 葉克膜被拿來做器官移植或核災 那葛特曼他指控應該知情 甚至是來自法 第一點 其實葉克膜主要用途 不是用在器官移植 那個其實台大醫院做了好幾千例 他用在器官移植的這個 那個特別是這種所謂器官的維持 那是很少數 他主要還是在做這個心肺功能 特別是心臟功能的支持 這個是這樣 這個東西涉及醫學專業 所以為什麼我都從來不擔心 你們都忘記一件事情 我是台大的醫生 不管是移植或葉克膜使用 相當複雜 他不是一個醫生可以獨立完成 所以我就說 你們到底在打柯文哲 還是在打台大醫院 那實在是簡單的講就是笨 葉克膜這種東西要怎麼用 這不是好像核子能 你知道 那你說原子彈 難道要怪安斯坦 這個發明 E2MC平方 這是這樣 葉克膜這種技術的發展 你知道 當然我們是 我們是主要的 在亞洲地域主要的發展的人 但是它用在哪裡 那個不是我們可以決定的 所以你說我去中國大陸上課 以下出500個 我裡面有什麼樣的人 我怎麼會知道 葛特曼這場國際記者會控訴的內容 看起來很多重點是還蠻具體的 我請教的是楊醫師 現在柯市長對於當時柯醫師的所為 他決定祭出的是法律戰 說如果24小時你沒有道歉的話 他決定要控告到底 您覺得柯醫師是面對問題 在解釋問題了嗎 我的感覺是 可能政治歸政治 那醫療歸醫療 就不應該混在一起 那我一直在懷疑就是 柯市長大概是雙重角色 醫學倫理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你要避免雙重角色 那他講這個話 到底是用醫生的身份 還是用那種非醫生的身份 可能會不太一樣 那如果純粹從醫學倫理來看 他幾乎是沒有回答 這兩個是平行的 因為他問的是倫理上的問題 那你這邊回答的是法律的問題 這兩個是不一定是交叉 兩個平行線的問題 可是你通通沒有回答 通通沒有回答 在醫學倫理如果是 醫學倫理他最重要的 大概是有或者沒有 是或者不是 你才能去判斷 模糊的就變成 他有一套規則 去怎麼處理這個模糊的事情 格特曼你從他的國際記者會 他具體的問出什麼問題 那柯醫師到底回避的什麼 格特曼如果我聽那天的記者會一個很清楚 他一再重述就是柯醫師知道這個事情 這是中國的機關買賣跟活摘機關的事情 這個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他有去參加那個研討會 研討會 這兩個 我前面講有四個問題 一個有沒有帶病人去 一個到底有沒有直接或者間接社會機關離職 其實這個法律上大概都很困難 你要拿到直接證據很難 但是醫學倫理大概不是這樣子 因為他是牽涉到信任的問題 就是這個專業他要求他的專業的成員 因為他的職業得到特權 就是變成醫生可以幫病人開刀什麼東西 他怎麼做 你不一定知道 病人不一定知道 所以他才要規範 柯醫師可以具體舉例說明嗎 所以現在柯醫師可能涉及到醫學倫理指的是什麼 而格特曼所發掘的事實裡頭 柯醫師的角色的爭議又是什麼 你如果純粹用醫生的角色來看 第一個 他知道不是他器官移植嗎 那如果格特曼講的是真的 他知道 知道接下來就 你去那到底是什麼意思 你是一個醫生 你應該媲免 媲免住 對啊 你明明知道 所以他裡面不是 格特曼那天不是有點罵 跟納粹一樣嗎 這種東西你自己是內控 你的職業上就是你不能到某一些堂兒去 但是法律上沒有規定你不能去 他參加 所以在講說如果參加 如果他去旅行 去旅遊 那可能還好 只是人家講說你怎麼去旅遊 但是你如果參加研討會 那個不一樣 2008 2008 這個是五月份的研討會 然後他又說2004到2008他總共去的16次 所以他自己講都是去教授葉克摩 所以你認為他現在牽涉到 柯文哲要去交代的是醫學倫理的問題 這個具體的層次他還要交代到什麼樣的程度 不是他醫學倫理很清楚 第一個就是你知道那邊有問題 有違反這個你就去了 去的本身就是一個問題 人家是可以質疑你去到底幹什麼 他知道這些器官移植是大量來自於法輪功 他知道中國這樣政權的確在做活摘器官的事實 結果他還是去了 那你又去那不是很奇怪嗎 就跟納稅如果你知道納稅集中營裡面有人體試驗什麼 那你還去 你還去那你說你跟他沒有關係 你很難 人家可能會不信任 不是說法律上有沒有規定 人家就不信任你了 他可以拆 所以他是合理可以拆 所以你講的是你知道了 然後你又去那個醫院 你又去了 那人家你怎麼能怪悲人怎麼想 病人怎麼想 有沒有可能是這樣子 你有沒有參與什麼 人家還是合理可以發育 葛特曼當對柯文哲提出這個指控的同時 台大的角色是什麼 台大現在可以跟這個事情完全劃清界限 完全沒有聲音嗎 他一直在講有沒有檢舉沒有檢舉 我覺得醫學倫理好像不是這樣的 醫學倫理不是這樣的 衛福會說沒有人檢舉 不是沒有人檢舉他不知道當然沒有辦法 但如果他知道了 就牽涉到他的這個職業的誠信的問題 道德的問題他當然要處理 要處理 要處理 那台大哪一個單位要處理這個事情 要面對這個事情 那你就看醫院 那你就看醫院了 應該要被讓台大醫學倫理委員會 去接受他的調查 去做說明 對不對是不是這樣子 他應該自己去 他也可以教 可以教你 因為比方說你是一個醫師 人家不管病人真的假的 他懷疑你是違反基本倫理的 那如果我知道了 那你當然要說明 主動說明 你要說明 沒有我就要 我可以要你來說明 因為這個是已經違規了 你內控是這樣子 那一般都是檢舉的可能醫院才知道 你沒有講人家不知道 但是他這個已經講得那麼清楚 這麼清楚 國際記者會的 是啊 已經講得那麼清楚了 所以你至少要弄清楚 這個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可是那你怎麼看柯醫師目前的態度呢 他不僅沒有讓我們感覺到 他主動會去跟台大說明 他甚至認為這個指控是針對台大 你怎麼看柯醫師的反應呢 那就是看台大的倫理委內有沒有開 如果他們有對這個事情 他已經討論過了 都處理決定是沒有問題 那這個倫理委員他要付 這個質疑跟柯醫師無關了 因為你已經接受了 但是昨天這場國際記者會 是提出了很多新的事證 對不對 你台大醫學倫理委員會 會告訴我們說 你完全這個案子 你都已經調查清楚了嗎 不太可能吧 不是 所以我說你追的時候 那醫學 醫學倫理很簡單啊 醫療上跟外面不太一樣 跟你診斷一樣嘛 符合就是有嘛 不符合就沒有 他沒有中間的啦 模糊的 模糊的會有 但是那個就變成要討論了 可以有一些規則去討論 是 那最重要的是有或者沒有 你如果有 如果是錯的 那你要解釋為什麼有 就是 就像人體支援或者你用藥嘛 如果你依照適應症用藥 你不必解釋嘛 出問題你不必解釋 應驗體是合理用啊 但是如果你不用 你用藥不是要適應症裡面啊 比方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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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規定說醫生不能開這個藥 是可以啊 但你出事前你就要開始 你要辨解了 你為什麼這樣子用藥啊 这些东西你要辩解 让人家可以接受 对 你必须要提出一个合理的说明 我台大医学罗尼委员会才知道说 你的确你没有违反衣食法 对不对 你要提出足够的说明 我可不可以这样子问 台大这个事情上有模糊的空间吗 如果采取一个模糊的空间 但是对一个国际调查报道的记者 做么严肃的一个控诉 他摆着模糊空间 甚至不处理的话 对台大对台湾在国际上 会不会造成什么伤害 这一般来讲 我们以前处理一般来讲 如果人家指控了 我最少会叫当事人来 就人家指控了 你说明 你要提出证据说明 看合理不合理 人家能不能接受 所以至少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开过 论理委员会这个事情 如果没有他论理委员会 至少应该叫柯医师来讲 人家针对这个质疑 你要说明 你的说明是要何逻辑 然后让人家可以接受 那他才可以 那如果葛特曼的指控 为真的话 科文者会面临到什么 第一个他不仅知道 而且去教授 这个叶克摩他所讲的 叶克摩还用在 去协助中国器官移植 跟活摘 那科医师如果葛特曼的指控 是为真的话 那台大 好 也启动调查 这时候科医师会面临到什么状况 不 普通 普通这种 一切论有时候不会 他不会是完全是真的 因为你证据直接证明 不像法律那样子 你直接证据 但如果高度法律的时候 他是可以处分的 因为人家已经不相信你了 不相信你 所以我才讲说 就看他那个程度 程度 程度 严重的话有可能 严重就吊销了 吊销执照了 吊销医师执照 就是我这个职业 不要你这种人 你没有资格当我这个职业 这个就是医学伦理的重要性 他不是罚款 哪里罚款 我是救你的职权 因为你医生 成为医生是因为 你有一个特权是你的职权 这个职权是 这个特权是医师才有的 那就把你这个特权取消掉了 所以他也可以 可以吊销你 或者把你冻结一年 或者两年 或者三年 他可以这样处分 最重就是把你吊销 我就是不要让你做 那如果在现在争议的过程当中 他虽然先为贵为台北市长 他可能相关的职权 跟这个器官移植有相关的话 你认为台大当下 要不要赶快冻结 他的相关职务 现在需不需要 普通如果严重争议起来 就是你当然他 他最少他冻结相关的职务 他应该冻结 因为你如果引起人家 罚以后争议你就冻结 你再处理 处理完了 有一个结果 然后再看他怎么处理 他不是还是弃绢小组的召集人吗 我不知道这个职务 是不是完全辞去 直接间接都还有 如果还有影响力的话 他的弃绢小组 应该要冻结相关的职务 因为他在当选之后 中国的曾经代入卫生部部长 黄杰夫还会见了他 那为什么 你可见在这方面 他还是扮演非常重要性的角色 好 杨医师等他继续帮我们谈 那同律师也继续帮我做补充 我先连线给中山医学大学的教授 戴正德老师 那戴教授他本身在 这个医学伦理方面 他也扮演一个非常重要角色 本身他是加拿大 这个是比较伦理学的博士 那中山医大院长 还有国际临床医学伦理协会的理事长 我想请教是这个戴教授 戴教授你听得到我声音对不对 听得到 是 戴教授辛苦了 刚刚教授杨又医医师已经告诉我们 他觉得这个事情恐怕 柯文哲应该要主动来说明 台大的医学伦理委员会 也应该要主动调查 甚至严重的话 恐怕柯文哲会被面临吊销执照的问题 可是柯医师到目前为止 事实上对于我们这些疑问 Gardman所提出 他通通都没有回答 这个事情发展到今天 戴教授您的观察是什么 他这个事情 第一他这个事情是在境外发生 那我想我们卫福部必须要去认定 境内跟境外发生的事情 我们的职责是不是可以兼顾到 可是当一位医生 基本上他终身无论在什么地方 医生所应该有的职责跟德政 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应该要 加以负责任 目前我们如果有证据来证明说 我们的柯市长有参与或是有直接 做这方面的推荐的时候 当然有所注意 可是我们要找到他的证据 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要了解的说 我们他在中国跟这些人摘取他的器官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在监睁人 必须要做他的心理社会医学评估之后 才能够做决定 而且在医学轮廉上的制止权非常重要 那这些人他是不是知道说 他的器官会被拿出来去作为遗址的东西来保障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如果这个过程没有做的时候 而去做器官遗址 我想在伦理上这是讲不过去的 戴教授你可以清楚的说明 在台湾的器官移植都要经过医学伦理委员会 这是什么样一个状况 比如说是三等星五等星 那这个之外的器官移植又是什么样一个情形呢 戴教授 目前在台湾 我们知道说器官移植可以分成实体移植跟活体移植 那实体移植他的监生的过程 移植过程不需要医学伦理委员会的通过 可是活体移植必须要经过医学伦理委员会的通过 那必须在三点星之内才能够做 那如果一个人他还没死亡 可是他是用叶克膜来维持他的生命 但他不是实意生等星 他到底是死还是活 这是一个判断 在医学伦理上我们可以判断 那当然这有来脑死的判断 或者说医生认为他已经死亡 可是他因为有叶克膜来维持他的生命 他并不是死的 所以他是活的 那活的人如果不是三等星之内 佛体移植是不能够做的 必须在三等星之内 实体移植才能够差不多这个范围 由一个公共社会才来决定 接受器官移植的人到底是谁 因为一个人的器官过世之后 他的器官其实如果他要见证 他已经不是死亡 而是一种公共财 所以在我们目前在台湾 活体移植必须在三等星之内 那如果一个人是在叶克膜来 或者他的生命 他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 如果他做活的必须要三等星之内 如果不是三等星之内 他就违反了一选主理原则 所以戴教授我可以这样子问 叶克膜是不是有可能被用在加工死亡 因为他方便他摘取这个供体里面的器官 那这里头的医师的角色 他有没有方便让检察官去做这个死亡认定 把叶克膜变成另外一个加工死亡的一个工具 是不是是目前为止 科医师所面对的最大的争议 可以这样子说吗 戴老师 我们应该首先要去认识说 叶克膜首先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救治生命 叶克膜的主要目的不是要维护一个器官 让他保存他的存度 以作为移植 就是后来我们才知道说 这个叶克膜可以保存这个已经死亡脑死的人 他的器官的活用性 才用叶克膜来维持他的生命 但是这个时间不会很长 所以这个基本上如果用叶克膜 来维持一个人的生命 其目的是要做器官离止 这就违反了叶克膜本身原来的目的 你自己在医学农林委员会 自己观察 现在这个Gartman所指控 科医师对于中国的活摘器官 包括了法轮功的学员 被这个活摘的过程都是知之盛响的 由2008 5月份 他在这个无息的这个医院参与这个研讨会 因为里面的学员的确都是国际所通缉的 涉及到活摘的教授 由这方面的指控 跟线索探出的一个现象当中 戴教授您身为一个医学农林委员会的委员 看得出来科医师面临到哪些争议 他必须交代哪些争议吗 因为不同国家也许对器官移植的办法有不同 那我们在台湾的当然如果以台湾的法律 医学伦理规范来思考的时候 做这些事情其实有它的伦理正义 可是在中国他们所做的 那中国到底对这方面它的规定到底是什么 如果它的规定跟我们台湾不一样的 当然它在伦理项在国际上是被正义的 就比方说我们过去台湾在差不多二十几年前 曾经用被监禁的人的死刑患的器官来做遗址 在国际上因此很大的批评 那法轮功目前的学员在中国被摘取器官 在国际上也认为这是一个违反医学伦理的事情 是应该被谴责的 那参与这方面工作的人 基本上都应该必须要有伦理 医学伦理的检讨才对 可是非常遗憾戴教授 你发现你这一些很具体的 身为医师应有的规范跟准则跟伦理 在科医师面对着整治的过程中 他毫无回应 为什么 他可以说明事实上我都是遵循医师法 我没有违反医学的伦理 他怎么会寄出说你指控我是一个liner 你如果不道歉 我要去以诽谤民运来控诉 你怎么看科医师的反应呢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 如果有人正式跟台大医院的伦理委员会提出指控 或是跟卫物部提出指控的时候 那么台大医学院的伦理委员会 或是说卫物部的伦理委员会 就应该在调查 可是如果没有人正式提告来指控 他们变成一种 如果他们愿意去主动去调查 也是可以的 可是当然科医师他不会直接来回答 我想他不会直接来回答这些问题 因为他是在境外所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们有一个棘手的问题 是境内跟境外 可是站在一位医师的立场 从开始当医生他接受的医学伦理的训练 或是他是要做意外 好的医师所做的行为 如果是不凡的医学伦理 根据我们的法律 他可以被调查之道的 或是被停止几个月 那当然就是必须有人提示指控 或是有证据切实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一个 很切实的证据的时候 或是他本身愿意来对这个事情提示说明 我想科医师本身应该 因为已经变成社会上大家所正义的问题 他应该要自动来说明 才能够对社会有所交代 是 戴教授跟杨优役医师都传达出一个 柯文哲市长应该要主动说明 我这个事情里头 我请教师戴教授最后一个问题 我觉得很怪 台大晋升 卫福部说没有人检举 所以无法调查 那我不知道有人去检举之后 卫福部会不会告诉我们说 你的证据在哪里 所以我没有办法调查 我如果有证据的话 我想司法单位早就去调查了 这个事情呈现下这个停滞状况 是因为可能会动摇一本吗 因为大家怀疑的说 科医师去到底背后是代表一个团体 医院对医院 还是真的只有一个科医师对那边的窗口 有这么简单吗 戴教授您自己的观察呢 我想这个对台湾是一个挑战 因为如果没有证据的时候不能做 可是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找到证据 可是对违反医学伦理的事情 这可以成为一个教科师 一个教材让大家来讨论 只要你有违反医学伦理 就是必须要在检讨 那对于个人 当然我们必须要有所证据 那台大医院的医学伦理 或是卫福部 可能要等到说 你是不是有正式的证据 或是说他可以愿意来调查 我想这是卫福部必须要做的决定 如果有人指控的时候 如果没有人指控只是一个大众疑问的时候 那卫福部应该没有那个职责来加以调查 但是如果有人指控 那他应该要提出大户才对 是 但先生我想请教 柯医师三连来有一贯的模式 针对是疑问 他没有直接回答 这样一个重大牵涉到医师伦理的问题 甚至牵涉到台湾在国际医疗有没有受集到丑闻 甚至涉及到中国的活摘器官 台湾会不会变成是一个最大的共体的消费国的同时 您觉得这一次柯医师面对这些重大的疑问 他回避得了吗 逃得了吗 应该是逃避不了 我是希望他会指动说明 给社会一个交代 那如果他选择不回答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办法 但是我想每个人对社会有所责任 特别是一位共众人物 所以我是坚定说 如果他愿意的话 其实他应该出来说明才对 而且要具体的说明 因为这个会对整个医学医师的情操 会有所挑战 会让国际感觉到说 或者医生感觉到说 我如果做的事情没有人知道 那我为什么不能做呢 我想有这个问题的存在 因为每个医师都应该成为一位典范 特别是柯医师 因为大家也很尊重的人 他应该要成为典范 所以他应该 如果他愿意的话 其实我是希望他能够站出来 是 谢谢戴教授 接受我们的call out 我希望戴教授明天可以波容 来到新台湾加油 有太多的疑问 透过了专业论述 一一帮我们做厘清 这是我们觉得不解的地方 非常谢谢戴教授 辛苦 谢谢 谢谢小军 给我这个机会 谢谢戴教授 真的辛苦了 因为戴教授本身在中部 还有重要研讨会在登场 为什么 他为什么不开 记者会来做说明 来 这个谢宏跟佟律师 来 佟律师怎么样看 因为牵涉到 医师伦理的问题 不要忘了 佟律师在我们节目当中 他曾经揭发的是台大教授 刘静怡 跟同文区律师 共同关注在2000年前后 1998 当叶克摩禁数 引读到台湾的同时 到底有多少黑数 是家属不知道状况底下 你装取的叶克摩 目的在于要摘取器官 事实上这个问题 一直都存在 现在的医师伦理的问题 再度搬出台面了 来 佟律师怎么看 首先我要更正那个时间 因为昨天下午 事实上刘静怡教授的 那个要求台大要揭露 柯文哲的这个论文里面的 这到底有几例 那台大意思都没有交出来 那昨天下午是开行政诉讼 台大论文几例什么意思 什么叫几例 就是说我现在手上 这个资料是诉讼的资料 的附件的资料 我们总共从这个几乎是六七个论文里面 是柯文哲自己的论文 都说不清楚 到底台大让他在这个他的场所里面 在他的家货病房里面 在他的开刀房里面做了几例五星跳器卷 那个过程是怎么做的 那像我们现在手上有26例的 也有9例的 也有8例的 那么现在的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不应该说有趣 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就是 卫福部立场非常清楚 就是说我们拿最大的数量的 那个26例来说好了 卫福部立场非常的清楚 回答了刘兴怡教授 没有经过人体实验的申请 那台大呢 陷入一个尴尬的情境 因为台大现在也派出律师来 打这个行政诉讼 那律师到最后在当庭就说 其实台大完全不知道 柯文哲在台大做了几例 那法官要求说 那我要传院长 院长来询问他 那台大的这个代理律师 觉得我就已经告诉你 台大不知道 你再传院长来也不会知道啊 你应该传柯市长 他非常愿意 你应该去传柯医师回来 来这个当庭来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刚才其实非常赶佩 就是包括杨医师 还有那个戴教授 对戴教授 讲的其实 在医学伦理上面 它是一个更高的 它是高于法律的要求的 所以有一个人说 你是一个liar 其实更重要的是 你的医学伦理的部分 你一辈子 付出奉献在一个 医学这个领域 你宣示进来的 这样的一个领域 你是不是尊重了 你是不是做到的 那是要高于法律要求的 好 那所以我们刚才讲 确实戴教授说的 有境内跟境外的问题 这个境外就办不了 查不了吗 怎么会 当然不是 现在查 现在查 美国国会 英国国会 都要动手调查 他绝对是被调查的对象 怎么查不出来 当然查得出来 葛特曼的提醒是什么 Clean your hand Clean your hand 他讲得很清楚了 用什么来洗你这手 医学伦理 请这个国家 任何一个单位 任何一个人 都用医学伦理 Clean your hand 就两位大教授 今天所讲的 医学伦理 重要不重要 非常重要 因为只要越过医学伦理 也还可以做 到境外去 做得更凶 越过这个线 被揭发了以后 你知道那个状况 会怎么样吗 两个状况会发生 第一个 台湾 这一类的 移植医学 请问你们拿什么东西 来说服大家 想要去做这个善事呢 你如果被认为说 你们根本 是你们说救人 其实杀了这个人 救了那个人 那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医学伦理里头 你要内控 杨教授讲 你要内控 我也是医师 我们都读过医师誓言 绝对不是那个柯文哲 那个刚刚在那边乱七八糟 讲的东西 他不但没有资格当医师 他也没有资格选台北市长 这样的人格 怎么有资格选台北市长 人家指控这么清楚 然后还在回避 你做一个医师 你可以这样吗 你做一个医师 最诚实的说 人家指引你的专业 你站出来 而不是让你讲 噢 月克膜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技术 有很复杂吗 有很复杂吗 是你在讲复杂 你不懂 你搞这个月克膜 把它搞成这个 把月克膜这么重要的 一个救人的工具 拿去变成是跟移植器官 或是摘取器官的作用 形成加工死亡的工具 而且加工死亡 你用的那个 Varoon cassette 是在做什么的 都写在你自己的 Procode里头 都写了 我觉得Clean your hand 写在他的论文里头 注射什么 里头的一些甘素 这个是专业用 甘素是可以的 甘素是可以的 它的功能在很 可是Phenatolamene 那个使得血压下降 然后心脏停止 那个是会有一个制造 心脏停止的嫌疑 然后做了以后 又灌流的时候 怕血液又回到心脏去 心脏又跳起来 所以用一个Varoon 用一个气球 去塞住那个月体 不要让它上去 我跟你讲 很多医师不知道 他是这样干的 看了这个以后都吓死了 觉得那死亡的时间 是在哪里呢 代教授这样讲 就是说 如果装个叶克膜的时候 心脏已经恢复跳动了 你是要去救人 你怎么会去加工死亡 让简包去方便认定死亡之后 简包也受骗了 简包也 不要忘了 器官移植只有 到目前为止 第四条 只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尸体 一个是脑死 那你今天说 我要开启一个 无心跳器权的前提 就是无心跳 可是你这无心跳 是用控制的方法 让它不会发生 那心跳在跳起来 你就不能是用无心跳 你顶多要用脑死 然后又不符合脑死的判定 你要跳过脑死的判定 所以我们刚刚还是回来讲 境外的部分很困难吗 其实资料都有啊 我们来看 克文哲市长一直在说 他自己的智商有多高 刚才又在骂别人是笨蛋 对 你们把这些选举打得这么low 宇春安打了之后 让生机掉一半 这么聪明的人 他做这样一个比拟 这个网路上都有了 就是器官移植的这个 2008年在无锡的这个会议 5月份的时候 是是 大家就是在看说 哎呀这个 看到克文哲的名字就跳过了 其实每一个字都是玄机啊 你光是看他每一个演讲的人 他所讲的题目就知道了 我们不需要知道 叶克末是什么东西 你就会知道说 叶克末被用在火灾器官了 那他会不知道吗 那他不知道他还智商157 是 再来 知道之后才去 他去演讲的时候说什么 我们一再地说就是说 事实上他是在2000年的时候还是助理教授 可是他发表在中国的旗盾上面又自称为教授 再来 2008年就是2000年到2008年是他密集进出 中国的时候 对不对 有16次 那时候他连副教授都不是 所以他那时候在那边做的研讨会所教的东西 不是说他自己去操作 叶克末怎么做 他上课的时候讲什么内容 他的title第一个就是说他还是用医生 因为那时候最好的title就是医生 所以他不是教授 这个就是他那时候用的 PowerPoint 那里面有很多是他用当时应该是比较旧的机器 是叶克末 因为那时候2000年用的资料 当然是比较早的那些图片 这个我们就不秀了 他的最后一张 PowerPoint 这个答案的最后一张 就是他怎么去参加培记本来教人家怎么用的 最后一张的这个位置就是讲 他去教无心跳器权 怎么把叶克末用在无心跳器权 跟他2005年的那一篇 是 那一篇 那个简体字的论文讲的是一样的 他就是带着叶克末厂商 然后他有一个在凯孝的这个演讲也在讲 我就是叶克末的厂商 我是台商 我是去卖叶克末的 这个完全是matched 他就是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我也觉得台大很奇怪 他是他虽然不是刑法上的这个公务员 但是他他仍然是要符合公务员服务办法的 公务员服务法 是是 他心里是个服务的公务员也一样 为什么他可以请假十几次出去 然后是去中国教他们叶克末的应用跟使用 这是厂商的责任不是他的责任 他去教什么 我实在是说叶克末如果是正常的使用 不需要他教 他为什么频繁的 其实台湾有很多杰出优秀的医生 为什么2000年之后他被选中了 频繁的去中国演讲 其实关键在于他2000年那篇论文 2000年那篇论文的最后一段 我觉得他他真的很有意思 他比较适合当商人 比较不适合当医师 也出现在中国解放军的那一篇吗 这篇是英文 这是在国际期刊上面的 OK 你看我都把他的论文全部都集结成一册了 是 比较好整理资料 这是他2000年论文 他挂第一作者 他的结论 在最后 我讲他英文 他说 in conclusion 如果你的 你的这个 医院 有叶克末这个机器的话 我建议你就直接把它用在无形跳器权 这是2000年 而且他一再地说 这是他的创新使用 那我们也看过他的这个2002年他自己的博士论文 又一再地很自豪地说 这个就是他的创新使用 用在无形跳器权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境内或境外 卫福部应该要启动早就应该要启动调查了 尤其是台大医院 你们自己 当然台大医院帮他收拾了很多的烂摊子 对 可是这个事情一定要处理 你的场所 你允许医生在里面 做人体实验 然后台大已经回答了 我们没有经过伦理审查 那卫福部也说了 公函说了 没有经过许可 那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些资料其实包括监察院 当时他们怎么去骗取这个奖学官的死亡证明 这个过程 我觉得每一个参与的奖学官都应该要提出 他当时是怎么开立这个死亡证明 上次我曾经问过他必要时 如果台北地方法院传你的话 你愿意出庭作证吗 他说他想不到任何理由 不来 不来 虽然这一次我们也会专访他 为什么他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有这么多的重大的发现 他到底看到了 他手中还有更进一步的证据吗 来我们继续听听看 昨天这一场关键性的记者会当中 他回答了在场记者 许许多多关键性的问题 来看这个大现场 这一场关键性的关键性的关键性 这一场关键性的关键性的关键性 这场关键性的关键性的关键性 在2016年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只能够 他们只能够做 lung transplants 但我们知道 他们会专门的八个类型 肋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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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肪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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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场关键性的关键性的关键性 这场关键性的关键性的关键性 这场关键性的关键性 The Aiiyama What is the cost? What changes with that club? What changes with that club is Luns and hearts We live eight hours more This is across the board Eight hours extra life Burn Luns and hearts What's the big ticket item here? These are the numbers So this is the club Before a club This woman Drington Was worth about $225,000 U.S. for an organ transplant,kidney,liver,kidneys and liver,maybe her coloniais,about 225. After ECMO,she's worth$350,000. This room,this is just under$1,000,000. If you harvest everybody else,you're going to get about$1,000,000 here. After ECMO,$3,500. 一個獲得諾貝爾得獎的提名者葛特曼指控如此的具體 來,台灣應該怎麼面對這個事實 柯文哲這一回真的可以閃躲得了嗎 昨天看完葛特曼的這個記者會以後 我現在一個感覺是 我們如果期待台大醫院出面來調查 那叫債務萬家 因為柯文哲對外的講話 已經把台大醫院整個拖進去 這個貪婪邪惡的漩渦中了 他講啊 器官移植是一個團隊很多醫生啊 台大醫院到現在都沒有出來喔 但是整個台大醫院已經被他陷進這裡面了 你現在還寄望說他能夠做內部調查 不大可能 我在這裡是良心建議柯P市長 這樣嚴厲的指控用嬉笑怒罵無濟於事啊 前段時間你嬉笑講得無所謂 後面你用怒罵的 昨天罵的氣 能解決問題嗎 你為什麼不能敢公開開個記者會 讓記者一次問個個問個寶 每一個疑點 葛特曼指引的每件事情我講得清清楚楚的 不就解決了嗎 又何必台大醫院什麼調查 衛服部調查 你自己都可以把它處理完了嘛 沒事就沒事了嘛 為什麼還能陷進這裡面 是什麼樣的國家的衛生機關 什麼樣國家的國立醫學院 可以縱容這樣一件違反醫德人道的 這種案子還在這裡扯呢 我真的想不出來 什麼樣的國家才會 我們每年還要去敲WHA的門 還要去 你連這個都最基本的你都做不到 你只要走進台大醫院大廳 整面牆壁寫著 醫師的誓言 憑著良心道德 憑著什麼什麼 宣誓就職醫師 什麼大不拼的 你不想你跟阿波 你跟他去台大廳看看 誰要誰看 誰要誰看 誰要你醫生看 誰要背是看的 每一個醫生養成教育要這麼長 這麼久 然後進醫院裡面 是從住院醫師最起碼這樣 一步一步爬一步一步做 結果你今天台大醫院 國立首屈指的醫院 自己搞成這樣一個爛攤子出來 還沒有一個人敢出來講話 我就真的想不出來 怎麼會有這樣的國立醫學院